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其实无论是地位如何低下的人,只要是有一颗上进好学之错能改的心,就一定会有所成就,不是说地位就决定了一切,就像古时候很多贤能,人家的出身也不一定都是世家大族,但是人家有一颗好学的心,懂得思考和努力,也学会了学问上的大道理大智慧, 这才是立足的根本。 有这么两则故事,讲的是车夫,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。 一则故事说的是燕子的。 车夫,他本来是十分骄傲的,后来就变得谦逊起来。 那是在燕子做了齐国的相国之后,有一天车夫驾着车子带着燕子出门,车夫的妻子就想观察一下自己的丈夫, 他从门缝里偷看,就看见自己的丈夫赶着高头大马,神气活现,神情十分得意,感觉自己非常了不起的样子。 后来车夫一回到家里,他的妻子就突然要跟他离婚。 车夫连忙问是什么原因? 他的妻子说了,原来啊,人家燕子身高不满六尺,却到了齐国的相国,在各诸侯国中,都非常有名望。 刚才我看他外出,他的思想显得是多么的深沉,而他的态度也总是那样的谦虚。 而车夫呢?身高八尺,不过是个替人赶车的车夫罢了,还这样那样的惆怅满志,自以为了不起,像这样的人没啥出息。 之后,车夫就警告自己要谦逊起来,燕子还感到非常奇怪,问车夫为什么变得这么谦逊。 车夫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了燕子,燕子觉得车夫不错,后来还推荐车夫做了大夫。 另一则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宋国将领华元的车夫,这个华元因为一个不小心,得罪了车夫这个小人,却导致了后来战争的大败,可以说被车夫坑惨了。 出发之前,华元为了犒赏氏族,杀羊来吃,却独独忘记了犒赏为自己驾车的杨真。 杨真这个人是一个气量狭小的小人,他因为没有吃到羊肉,就非常的恼怒,等到正国军队与宋军在大吉这个地方交战的时候。 华元指挥军队向前攻击,但是为华元赶车的杨真,却狠着劲地抽打马匹,导致华元战败被俘。 后来华元在宋国君主和自己努力下逃了回来,不过却也是被很多人笑话的,后来这个车夫就仓皇逃跑了。 这样一个车夫,无论是到了哪里,又有谁敢用呢?一个小心眼背叛主人还十分坑爹的人,估计是人人喊打吧? 再来对比人家燕子的车夫,不得不说这个车夫的妻子,也是非常贤惠的了,不过也。 从侧面反映了燕子的为人的魅力,如果燕子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,想来也不会有车夫妻子的尊重,进而导致车夫的改变。